我們所製作的是機械混合式的煞車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製作的油壓級機械混合式的煞車 因為我們以前啊 在騎乘有油管的油壓煞車系統 有油管的油壓煞車系統 當時候呢因為油管老化破裂 導致他煞車的時候沒有煞車的效果 還有啊 在這種JJ4的腳踏車上啊 他有油壓煞車 煞車油壓煞車有煞車油管的 他在折疊的時候收納時 他會去折到的油管 而導致說他會變形破裂 流通性就會產生著阻力 就會沒有了煞車效果 所以呢因為了那一次的意外 我們就 影響到說 要怎麼去改良說 不用煞車油管 也有油壓煞車的效果 沒有煞車油的時候 他也會自動轉換成機械式的煞車 這就是我們的煞車系統 我們利用我們的拉 利用我們的 鋼索去拉動了我們的拉桿 拉桿而去轉動了我們裡面總棒的活塞 總棒的活塞就會去推動了 我們的卡琴活塞 卡琴活塞 就會去推動了我們的卡琴活塞 卡琴活塞 就會從這邊的油孔 而傳到了這邊油孔 所做成的 跟 碟盤而產生的煞車作用 那我們為什麼會說沒有煞車油的時候 他會自動轉換成機械式的煞車呢 因為呢 當我們的煞車油啊 如果說洩漏啊 油風啊老化啊 他就會 就在我們煞車的時候 我們的鋼索會去拉動了我們的這支拉桿 拉桿就會轉動了我們的 總棒裡面的活塞 活塞上了這支頂桿 他就會推動我們的活塞 卡琴活塞啊 卡琴活塞跟 碟盤 他就會產生煞車的作用 還有 這就是我們的所研究的 就是我們遇到的困難 就是我們車的 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塞啊 還有去做試驗啊 這些都是啊 就是我們遇到的困難 還蠻多的 啊就說想說 如何避免 以後騎乘者啊 可以降低說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下去 想到說 一定要把它給做到好 這就是我們 一般傳統的機械式的煞車 他煞車 按起來很重 而且煞車效果 沒有油壓來的好 那另外一種 這就是我們製作的作品 油壓 機械 及油壓混合煞車 按起來很輕 而且只要輕輕一按 他就煞得很緊了 來 等一下 我們這裡遇到道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